暴力行為在香港 其實已經升級到近乎一個失控的地步 警方對於所有違法暴力行為 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我們見到肆意堵路、縱火 破壞公共設施 已經變得屍兇見慣 而投擲汽油彈、襲擊警務人員 搶犯、以中暴寡、肆意使用私刑 這些暴力行為 都已經廣泛、威脅到所有香港市民 事實上,暴力事件遍佈香港各區 現場一般都非常混亂而且危險 警務人員到場之後遇到很多困難 現場既有圍觀的市民 亦都有暴力的群眾 往往還有很多其他人在 混入群眾裡面,擾亂視聽 當警察到場的時候 我們未必能夠即時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 我們唯有盡最大的腦翼 介入每一件事件 防止事態惡化 以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 我們可以保證大家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警方都會嚴肅跟進任何違法的行為 將犯法的人成之於法 暴徒失控的暴行不單止破壞香港的法治 而所有人都可能是他們暴行的受害者 有很多市民跟我說 走在街上都不夠膽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為很害怕被人打 這些究竟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 究竟是不是真正我們所追求的自由 我必須再次強調任何訴求或者口號 絕不會合法化或者英雄化到他們破壞公物 濫用私刑的行為 暴徒毫無底線的暴力示威只會犧牲香港安定的繁榮 而所有的香港人包括畫面前的你 和在座各位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警方會繼續連同其他執法部門 刻進職守 幫香港重回正軌 謝謝